10月31日上午,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文会见传媒时表示, 美联储降息反映了全球经济的下行风险仍然存在。 香港面临非常大的经济压力,本地重小企业将受到较大影响。 北京时间10月31日凌晨,美联储宣布降息25个基点, 这也是美联储即7月和9月之后,今年第三次降息。 香港金融局31日随即宣布下调基本利率25基点至2%。 我们香港所面临的经济压力也都是非常之大的。 其中中小企受到的影响是特别明显。 所以大家都见到,金管稿、案政公司和银行界在早前也都开展了一些工作。 我们希望在资金上,银行可以用一个较包容的方式去协助中小企。 于伟文指出,虽然美国今年已经降息三次,但未来利息走势仍然未明朗。 从今次议息结果来看,美联储认为现实利率大致适当, 然而未来货币政策仍要视乎美联储对美国经济的评估。 此外,港元拆息主要受到本地港元资金供求变化的影响, 未必会跟随美息下调。 至于个别银行的利率调整,是他们按照本身的资金结构和成本而做出的商业决定。 于伟文提醒市民大众,目前资产和金融市场都存在很多不确定性, 要小心管理财务风险。 最后我想提醒市民大众,我们现在香港的经济压力是不小的, 再加上环球的利率走势,或者以至于资产或者金融市场, 都存在很多不确定性。 大家都要小心管理财务风险。